有些網友都會就是 留一些比較酸的話 你自己會在意嗎 不會 還沒有好笑 你會笑很多人 你把自己以前的照片拿出來看 跟現在是真的 一大十八遍 那我最重要是 我的聲音跟我的舞台表演 對 這個是 這才是我的專業 手機不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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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頭髮了一下啦 不要 時間好快 喂喂喂 年紀是可以查得到的資訊 溫蘭姐辦不著詛咒記者吧 其實溫蘭正在解鎖的成就 是羊毛磚啦 之所以會學習羊毛磚 毛毛針這個故事有一點洋蔥 然後那時候是因為 我們家有一隻狗狗叫八哥犬 牠過世的時候 我媽媽就很難過 讓媽媽可以剛剛看到牠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這個給牠 那時候媽媽看到這個 野生的時候 感動 因為真的很像 因為我拿照片這樣 這個是幫送給妳的 好厲害 蘋果咬一口 蘋果咬雞圈 對 好Q的耶 貼心呢就是溫蘭的代名詞 四年前 牠為了挨沒的舅舅 也開始接觸了精油 因為牠們的化療 那種皮膚會變得很乾燥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 幫牠按摩 然後用精油按摩 發現牠整個氣色跟牠整個心情 都會比較緩和 所以我就開始踏上了這個方療之路 現在已經是有 就國際方療製造這樣子 比較麻煩的是 因為要背很多的化學 化學身份 還有什麼樣的精油用 在什麼樣的地方 我們連解剝學都要有 自己是妳有想要在台灣 就是開自己的專屬的方療店 嗯 會 也可以教學 尤其像最近大家都空著嘛 對 對 所以可以學自己的一技之長 對 每一個人都要在台灣 可以學問的方式 如果過的話就要在台灣